黃德輝 拱如心 這兩位 被譽為香港 其中 最有錢的地產 大亨 以及他的太太 為什麼會被人綁架呢 真是奇怪 最沽寒的人 結果 就被人綁架 吐了 一大堆他以前省下省下省下的錢出來 然後 還要再綁架多一次 你說是不是誇張 再搞到一大堆人又增產又盛 最後 身家都沒有了 但是不要緊啦 他們沒有子女 搞到亂了 所以 省了省了 幹什麼呀 早就做善事就很好 大方一點 給夥伴 又或者是跟你拍檔那些其他的公司 這樣就不錯啦 所以 不要那麼沽寒呀 告訴你 繼續說這一對經典的烏寒財主 大家說一下他們 全民中 怎樣沽寒呢 其實黃德輝沒有什麼嗜好 他主要是喜歡 做神運 騎馬 覺得自己已經很開心 不喜歡應酬 也沒有夜生活 所以如常都是 最多是 喝兩杯酒 小孩也很少 吃煙是絕對不吃的 所以健身 運動 騎馬就是他自己的生活 走來是怎樣的 走來是怎樣的 就是巡視一下地盤 很厲害的 不要看他 不是很大隻 不是很厲害的 但是隨時 行30層樓 氣都不喘 那些 不是普通的樓來的 可能建築地盤 沙沙石石 王德輝 王德輝 就爬上去 很厲害的 所以 成為這個大有錢人 也有點 身體又健康 除此之外 王德輝是不喜歡打扮的 也是很普通通的穿了這些衣服 曾經試過 王德輝 去看地盤的時候 有些人送貨來 不知你呀 穿得老老肚肚的東西 扔貨給他 然後 收貨 他穿了手套 要爬來爬去看 王德輝不介意 就照簽照收 那些人 不知道 原來剛才你和你收的 是億萬大富豪來的 老闆 不要亂說 好了 又說他很喜歡騎馬 騎馬有什麼趣事呢 就是王德輝 把牛仔褲 剪短到他的及膝 就當是 專業的騎馬褲 可不可意 節省很多 當然有些人就跟他解釋 不是的 他真的是 因為嫌馬褲 麻煩了 不要穿 當然啦 逢是有錢人 當然有些 下面的 夥記 跟他解釋 但是 楊建大有錢也會這樣 別管的 然後 還有一件事 很有趣的 他們倆夫妻去到哪裏 都一定帶飲品 和三文治 以前就說 開始的時候 帶鮮奶 後來就簡單一點 因為有合裝的 帶維他奶 就是這樣子 那麼 夥記也就跟他解釋 他說 他都是自行的 他人家有六個三文治 很貴的 到底是 going to he 他的三文治 就很賢 你有一個 很有趣的 中秋月餅故事 就是 話說 黃德輝到了中秋節 一定是 把一款月餅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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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你便猜不到 也很手藝的 切大16份 於是 他就可以一個月餅分給16個職員 四個月餅 六十多個職員 所以他說 一盒月餅就已經夠了所有人吃了 多好 多折劍 多OK 所以你以為可以看到 王德輝是一個 多麼省 盡量折劍的人 去到星期日 都是吃沙律 薄餅 牛奶 基本上 省錢的人就是這樣 最重要的是 當然這個跟他 後來被人 腦劍了有關 他省得 那麼有錢 也沒有司機 他不請司機 他自己喜歡開車 他為甚麼浪費這些錢 所以 少了一個人跟他做證人 或者保護他 到了1972年 其實他就開始計劃上市 第一次不成功 第二次股票不好 第三次就是因為他被人綁架 沒錯 就是因為他被人綁架了 所以 沒得上市 就是這樣 也好 股民不用買到他的股票 這些股票也是一般看的 很老實 那麼 講這個 王德輝的 綁架案才是 整個故事的重點 那麼 有幾個人 分別是一早已經 有了計劃 去 綁架這個王德輝 我大致講一下名字出來 其實也沒有什麼意義 大家也不會記得的 有一位叫做 爆 鄭拿月 有一位足球員的 遺商 有一位叫尖秀貞 有一位叫陳錦泉 然後他們三個談好了 說一件大事要綁架 他們查一下就決定了 找一個最孤寒的王德輝 為什麼他沒有解釋呢 然後他就再找了一位行動組叫 陳錦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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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他做行動組 陳錦泉就原本三位 決定綁架 然後找到一個人做行動 因為他們只是直腦而已 怎麼拆劃了 找了一個叫做 叫做業榮 協的人 業榮協的人又另外再找了一些馬仔 這些行動要 大家相信一個 那就開始行動了 聽清楚了 聽好了 不要學這些東西 真是綁架 尤其是新香港 真是很難的 千萬不要搞 他們在這個洪磡山谷 那裏 租了一個 單位 打算用來藏心 還有他們拿藏的地方 20,000元就租了 然後又買了一架 豐田的旅行車 於是 就開始慢慢 搜集 黃德輝的日常生活 一開始的時候 摸錯了 原來不是在這裏工作 在別的地方又再轉去 一邊跟蹤 一邊跟蹤 終於 摸清楚了 原來他每天都很準時 幾點鐘 有錢人就是這樣 有規律的生活 幾點鐘起床 幾點鐘 什麼 而且最重要 沒有司機沒有保鏢 所以他們慢慢摸摸就沒得清楚 到了1983年 4月12日清神 清神沒什麼人 所以有錢人不要慣慣清神出街 一定要找到人 跟著嘛 他們上班了 一上班的時候 後面 綁匪的車 就在後面 兩架車 跟著他 突然間 就夾他了 一夾他 黃德輝就問 什麼事 什麼事發生 然後就出來 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死吧 他們都已經 拿了那些傢償 刀刀槍槍的東西 走過來 然後嚴遲你 一脅持你 一人上車 被人捉鬼了 接著就綁手綁腳 扔上了這個客貨車 兩夫婦都是這樣 一扔上了那個車之後 就被人家了特製的眼罩 尤其是這個孔如森 為甚麼呢 要放你 跟他說 我們是叫做 一一八八組 為甚麼呢 以後溝通 我這個叫一一八八組 別人叫你付錢 你也付錢 一一八八組 你要認住我們 一一發發 真厲害 然後 說得明白 我們綁架是為了錢 你不要亂來 我們就不會撕票的 千萬不要報警 報警就 首先你要先去海外訊託 總行 指名 要開一個帳戶 用你自己拱如森的名字 準備 接我們的撲打指示 扔走了這個拱如森 拱如森當然 聽話吧 立即就去 開帳戶 開帳戶之後 接著 綁匪就叫他 你去中環 皇后大道 拱北巷的廁所第幾格 留了一些東西給你 然後他拿著 裡面有 即時即即有的照片 證明了 黃德輝 黃德輝 接著就是那群人 然後又有 車嫌 證明了 我真的是 撞了你們的車 怎樣怎樣 於是 錄音帶 告訴他 你要在16日 一個兩天 傳入 1100萬美金 這個就是熟金 1100萬美金 傳入 你自己剛才剛開過的戶口 然後就登一個廣告 將你自己的銀行戶口的號碼 寫在那裏 明白嗎 這個就是綁匪的計劃 先叫你開帳戶 然後 傳入1100萬美金 然後你把你的帳戶號碼 在那裏登一個廣告 放進去 讓我們知道你的戶口是甚麼號碼 那龔如心 唯有照做 但是 但是 登完廣告之後 綁匪就 收到了 然後就說 你記住 1100 萬美金 然後 龔如心說 沒有錢 大家計算一下 你想想 以前 不要說1100萬美金 1100 或者110元 他也跟你計較 可以減兩毫嗎 那些來的嘛 減兩毫多開心啊 怎料綁匪 幼稚不准敢啊 你不進去的時候 撅 多兇啊 龔如心 說我不夠錢 你沒有錢 你大有錢人 是不是 李嘉誠那裏有十億 你真是說話 好啦 那什麼意思 就 唯有籌錢啦 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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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搞這些搞老 就放進戶口 對不對 結果就聽 指示 又再去接指示 然後呢 就說 又拿到了 然後又去遠東金融中心 拿個包裹 拿到包裹 裡面又有錄音帶 又有相片 Claim Crown 告訴你 有張紙在那裏 影印著東西 然後就 錄音帶就教你怎樣再做 然後就證明了你老公還在我手上 手勾勾勾的 然後 就有張影印本 影印本裏面 所以就寫明一個台北的銀行戶口 就叫他即時就要把錢電匯了過去 這個台灣的戶口 就印了這些 行卡號碼給他 那個戶口 就是其中一個綁匪叫 尖壽貞所擁有 這班綁匪其實真的不是很 什麼的 不是很professional 為什麼他們當時 他們覺得 香港和台灣就沒有這個 邦交 於是我們過了去台灣 躲在台灣 你就 抓不到我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 但是這些刑事案 其實更嚴重 因為他可以要求香港給他們一些資料 在台灣那裏判的 死刑啊 真是白癡 所以這些人真的沒有法律常識 他們沒有理由去問律師 這樣我是不是要死的 我是不是要有罪的 算了 真是無法跟別人去思考 傻傻的 因為 某些案件謀殺 好像這些綁架 雖然沒有邦交 沒有一個 直接的邦交 但是大家都可以互相協調 去合作 如果不是有什麼事 你香港 又收到綁架 所以 香港那時候跟台灣 那時候跟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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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是比較好 所以 有辦法談 但是 這些 綁匪似乎就是完全 不明白 真的傻傻的 好 我以為 就是 非常之周密 精密的這個計劃 繼續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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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0號 就綁架了8人 給了錢 這班綁匪都是這樣 居你什麼 放了王德輝 拿去沙田一道地方 綁著眼 然後就跟他說 這個關鍵 看電影多 那條電影當然不是劉定堅 做編劇的啦 當然是劉定堅 做編劇的啦 他就去 學了 死硬了 他說現在放你啦 你不要動呀 不要搞搞震呀 王德輝 你由一數到五百 數到五百之後 你就自己 解開那個蒙著眼 那個頭套 那是報五朱而此類的東西 然後你就 找路自己回家 乘的士朱而此類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開車走 你覺得這些賊多蠢 蠢得豬那麼蠢 人家黃德輝 你以為是一個啼啼來的嗎 他也知道你 納了一千一百米美金 黃德輝 一毫子他也省了 他怎麽會不去 盡力的機會 看看有什麽線索可以抓到你 白癡 所以一上車的人一走 黃德輝立即 除了眼走 就瞎了 瞎了 瞎到那輛車 後面 有些 忌認 這是什麽呢 就是 車的特徵 有一組字 叫做什麽 就是後面貼了一組字 那些汽車 那些貨車很喜歡的 就叫做 Jesus love you 耶穌愛你 啊 他就想合上那個車牌 一看 你知道車子一路走 雞腳一路走 就只看到CU那兩個字 後面那些數字 就很模糊 看不到 這句印象就印到黃德輝的腦子 你記住 黃德輝 當然是盡力 去記住這些東西 他那千一萬美金在那裏 抓到你們 你還不死 你是不是先拿回錢 拿回半都發達 對黃德輝來說 當然是 最後 看到 Jesus love you 耶穌愛你 他不是因為這樣相信耶穌 他是這樣 立即 去報警 但當然 報警之前 他就先去 拱如心 那個弟弟 拱人心 那些沒有所測試的身體 然後 沒事了 自己 發言 不讓人去報警 報警之後 香港最有錢的其中的大有錢人 被人綁架 可以的 全世界就發散了 開始行動了 當全世界行動的時候 究竟 這案子是怎樣的 怎樣 可以抓到那些人呢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有些人到今天 都是 逍遙法外 不知道去了哪裡 厲害了 究竟 還沒有抓到那些人 又跟第2次的綁架 有關係 為什麼會發生第2次的綁架呢 第2次的綁架 我這麼幸運呀 黃德輝先生 這次回不了你 那麼離奇曲折的一個 全香港其中最有錢的人 這樣 實在是 這樣 保住了一條命 當然 你要留意 看下一次 我們 繼續一集 這個 港瑜 港瑜 森宇 黃德輝 記得 喜歡的 點贊 還要訂閱 後面還有很多 增產 還有 很精彩的 眾生機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